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未来要行销宣传9月及10月 将在基隆登场的全国卫视牌大会师 以及城市博览会这两大活动 基隆市长林悠昌就热血挑战 24小时不断电骑机车 台湾葬走切西瓜的铁人行程 3月12号晚上9点 从基隆文化中心广场出发 在24小时内一路骑到终点站屏东墾丁 中佳新闻也组成团队24小时不中断的全程直播 现在就带你来看看这一趟创纪录的铁人行程全纪录 3月12号晚上9点 基隆市长林悠昌与基隆韦市基地车队 从基隆湾中心广场浩浩荡荡出发 挑战24小时不断电 台湾切西瓜南北大众走热血行程 借此向全国民众宣传9月及10月 在基隆登场的全国卫视牌大会师 及2021城市博览会两大盛事 我说实在我从来没有试过 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从来没有这样子尝试过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 我相信有这么多好朋友大家的关心 还有这么多热情的旗友们陪同我 我非常的有信心 车队一路从基隆经过新北市福隆 在11点多来到宜兰县圆山 宜兰县立法员陈欧珀等人热情迎接 还送上特产三星冲 祝福林优昌直冲屏东挑战成功 3月13号凌晨2点半 已经骑了将近6个小时的林优昌 在武林农场 与林优昌高中同学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武林工作站主任 廖林彦相见欢 廖林彦佩服老同学的壮举 也为林优昌一行人加油打气 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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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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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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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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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三點 在大雨和龍屋中行徑 克服惡劣天氣的車隊 抵達梨山賓館 賓館方面特別提供熱食 讓大家驅寒與補充體力 劉友昌也分享資深車友 建議的雙手保暖祕訣 戴一個黏手套 再戴一個塑膠手套 然後再把外面的塑膠 戴上去 所以戴三層 那這樣子其實才不會的 凌晨五點 車隊抵達何歡山松雪樓 這時候氣溫已經是零下兩度 劉友昌頂著低溫 進行這趟行程的第一個任務 在何歡山吃基隆特色海味泡麵 並在直播中分享口感 這一個基隆的吐脱米粉 全台灣最好吃的泡麵 最好吃的這個海鮮米粉 試拍棒不棒 棒 凌晨五點二十分 車隊直奔台灣豐富幾天武嶺 在海拔三二七五公尺高 與同樣是雙魚座的車友們歡慶生日後 牛昌繼續進行第二項任務 在零度低溫的武嶺品嘗 基隆特產鳳梨口味泡泡冰 內外夾工相當過癮 這個出來鳳梨的味道嗎 有有有很濃的鳳梨的味道 不過因為外面是零度 裡面也是零度 有一點不知怎麼形容 不過在五嶺零度吃泡泡冰 我覺得就是一個爽志啦 在五嶺迎接日出的遊客看到牛昌都非常驚喜 牛昌還巧遇基隆市民 對於市長熱血行程直呼佩服 然後是昨天晚上九點從基隆出發 這麼強 然後不斷電不停的不休息 要一直騎到墾丁 基隆好代表 在出洋陪伴下 車隊經過清淨繼續往日月潭出發 早上8點20分 牛昌一行人順利到達日月潭向山遊客中心 與超過200台來自台中彰化南投雲林的車友大會師 北市大會師 上 牛昌一一與車友打招呼 並送上基隆紀念小物 其中還有彰化車友全家一起來 就是為了挺熱血的基隆市長牛昌 與會長聯絡到市長這樣子 一起做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就想說經過總部做一個總號召 這樣聯絡總部這邊所有的車友 一起來參加 已經連續騎了將近12個小時 牛昌也很感謝各地車友的鄉品 與半期 讓他與基隆韌市基地車隊夥伴 有信心繼續挑戰接下來下半段的行程 有來自於彰化 台中 雲林 南投 那還有新竹 的那個車友到這邊來大會師 有超過100部的韌市牌 在這個地方大會師 很感動 因為他們從四面八方來 然後都很早就出門了 3月13號中午行經風光明媚 櫻花盛開的阿里山公路後 車隊抵達阿里山集結點 不過天氣忽冷忽熱 讓牛昌苦笑說 根本沒時間欣賞風景 剛剛是因為穿太少 那是不是沒有心情欣賞 剛剛那個風景很漂亮 櫻花開很多 好冷 下午一點半 牛昌與車友到達嘉義一處自查座 與同為韋市車友的老闆 全家人鄉建歡 並在小老闆的韋市台機車簽名留戀 下午4點 經過一連串顛破的山路後 車隊抵達高雄市那馬下 已經騎了19個小時的牛昌 稍事休息 準備做最後衝刺 直奔終點站屏東墾丁 哇 真的好帥喔 把車子倒引進來 池城在平鵝公路的車隊 在晚上8點20分 順利抵達屏東墾丁 受到屏東縣長潘夢安 與縣府同仁的熱烈歡迎 對林佑昌為了行銷 基隆觀光的熱血行程 從基隆一路騎車700多公里 客服3000公尺高低差來到屏東 潘夢安直呼實在不簡單 可能沒有幾個縣市首長敢挑戰這項壯舉 現在想要挑戰從屏東騎到幾 哇 那這個我真的要 要好好考慮一下 會不會覺得這個蠻了不起的 這個太了不起了 太可怕了 那之前喔 克批雙鐵才400公里 這次呢 700公里 而且是從 這個高低溫差 那麼大 而且是 這個 這個海拔的高度也差了 3000公尺 哇 這個 全部都是台灣之罪了 哇 哇 哇 好棒喔 好紅潤的西瓜 加上星期五 陪同蔡總統出席過項活動 已經將近40個小時沒有合眼 雙眼通紅的牛昌仍神采奕奕的 與屏東縣長潘夢安一起切西瓜 注客挑戰活動成功 那你吃雞腿 好 OK OK 好 牛昌還大咬金鑽鳳梨 兵志正市長夫人吳秋英手作的 鳳梨果醬給潘縣長 為台灣鳳梨及農民加油 台灣南北兩位高人氣縣市長 也互相PK兩地肉圓及湯圓美味 共同行銷地方特產美食 我們兩個一搭一搭 那基隆的元宵 跟屏東的龍膽石斑的湯圓 其實我們就是互相拉台 這個創造知名度 其實基隆跟屏東 都一樣的好吃 然後我們的八合環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兩個是故意的 本來就穿通好了 台灣切西瓜 送啦 台灣切西瓜 送啦 與一起從基隆出發的 基隆尾市GT車友開心合影 牛昌回憶行程中最艱辛的路段 感謝各地車友沿路培騎 將他們勝利挑戰成功 牛昌也感謝中央新聞 全程不間斷的直播 及線上眾多網友關切 並高喊自己做到了 因為在那個山上的時候 真的很冷 我都覺得說到底 這個撐不撐的下去 不過後來還是撐下去 那每次那個 其實手是很痛的 因為那個 吹油吹了24小時 其實常常那個都 手快要沒有力氣 對 不過還是堅持到底 我覺得很高興 自己可以完成 現在大專生 大學生 最夯的 台灣切西瓜 南北大眾走 700公里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謝謝 謝謝 而且市長這次是24小時直播不間斷 對 最高紀錄的時候 甚至有七輩的網友不睡覺 看你挑戰 你覺得那是 看重 沒有我覺得很謝謝他們 但是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不睡覺 難道是要監督我嗎 不過大家放心 林友昌演出必行 我只要說得出 我就一定會去做到 那中間絕對不會打折扣 創下台灣政壇難得的紀錄 林友昌也完成人生的一大挑戰 用實際行動化解外界做不到的質疑 成功行銷基隆 也為自己的政治事業 再次創下高峰 台灣切西瓜成功 記者張啟騰隨行報導 市長林友昌完成棋尾式排機車 從北到南走山林線的台灣壯舉 不過機動市議員張芳麗 在市議會就奉勸市長林友昌 不要再做這種動作 機動市長林友昌完成其尾式排機車 從北到南 縱切台灣 所謂切西瓜的壯舉 不過機動市議員張芳麗 在市議會臨時會中 質詢國門廣場 和機動火車站 成績轉運站工程前 先關心也奉勸市長林友昌 不要再做這種動作 因為林友昌是機動市長的身份 真的很危險 善意的一個建議 我希望我們市長 以後不要再做前幾天 你去騎尾式排 摩托車的那種動作 因為 自你開始出發我開始煩惱 我開始煩惱 為什麼 因為這真的是非常危險 以你的體能 很多的尾式排的一些 因為從我小時候 我都看到尾式排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擔心 一直到你回來 我們才放心 因為你骨村差不多兩年 雞湯七 還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所以你絕對不能發生任何的事情 我聽到說你連鴨地都沒辦法 要用湯匙 哇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 這個是我良心的建議 不要再做這種動作 這種動作會有騎兵 非常多的市民都非常擔心你 張芳麗表示 從林佑昌市長 開始騎車上路之後 他就很擔心 一直到這個騎車的行程 圓滿完成才放下心 因為他的人生經驗 看過許多騎車的意外 才會憂心市長 安排的這種騎車行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衛福部基隆醫院 響應種樹愛地球 特地在312植樹節當天 由院長林慶峰 帶領各科主管 在基隆醫院後山坡 種下櫻花 蜂香等樹苗 打造基隆醫院的後花園 衛福部基隆醫院 衛福部基隆醫院院長 林慶峰 帶領副院長羅景全 秘書李林美 以及各科主管 在基隆醫院後山坡 種下八重櫻 山櫻花和蜂香等樹苗 響應種樹愛地球 在後疫情時代 打造基隆醫院的後花園 這個市府也提供免費的這些我們的樹苗 那其實我們就想到說 怎麼樣讓這個樹苗 在我們後疫情時期裡面 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好的連結 那當然這個3月12號就是植樹節 它就是代表著就是春天的來臨 那我們也想就是把這樣一個春天的喜悅 那在後疫情時期裡面 我們可以讓我們醫院的這個後山 那其實可以提供成為一個有花有草 那有綠色這樣的一個感受 那不只是提供我們的醫療同仁 有一個這個新鮮的一個感受 那面對這個後疫情時期 那我們也可以開放給社區的民眾 這片山坡剛好位在中正公園 和基隆市議會的下方 院方希望重新整理規劃 未來讓醫院的醫護人員 有一處休憩的好地點 松樹愛地球 基隆醫院讚讚讚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為在七篤明德三路的新發治綱 一元地方鄉親的期望 他們利用自己的土地自行出資 新建了一間福德政神土地公廟 同時隆重舉行了土地公安座大典 祈求土地公持續護佑地方相親 在清安宮專業道士 按照傳統儀式念咒祈福下 這間新建的福德政神土地公廟 正式落成啟用開廟門 並且由地方重要人士誠心捧著神像 逐一請入廟裡面完成安座儀式 這是新發治綱為了元地方鄉親的期望 利用自己的土地自行出資 新建這間福德政神土地公廟 慶安宮主委童勇等人 更是親自前來祝賀 這裡都地方的 大家都可以來這裡拜 所以我們地方的福樂 大家都會健康 心地健康 舒舒如意 原本土地公廟在附近另外一個地點 三年前因為土地處理問題必須遷移 因此新發治綱決定重建這間土地公廟 並且在市議員楊秀玉協助下 按照傳統習俗隆重舉行土地公安座大典 讓土地公住進新家 其佑土地公持續護佑地方鄉親 今天他們捐了這一筆土地 來蓋這座土地公廟 來回饋鄉里 那麼我想我們中國人 台灣人非常重視這個 所謂的福德政神 算是一個聚落的一個指標 也是我們鄉里之間 我們這個里民之間的一個 一個凝聚的一個場所 那非常的謝謝我們新發治綱 對我們里內的一個回饋 五篤的篤南里的里民 全力支持我們 讓這個土地公可以順利圓滿的完成 謝謝 新發治綱歡迎地方民眾 都可以來這裡參拜土地公 其佑地方一切順利平安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前立委謝國良 自從升格為父親後 多了一個小愛爸爸的稱號 照顧聽損女兒小愛的過程中 更加體會到關懷社會的觸角 可以無限延伸 因此特別和基隆市自閉 基隆家長協會合辦了一日陪伴的活動 除了讓新兒有個快樂無憂的假日外 也讓長期照顧新兒的家長們 有了放鬆喘息的時間 在小愛爸爸與志工的陪伴下 新兒們會灑畫筆 動手做風箏 期待開發新兒的美術潛能 待完成後就要前往八斗子放風箏囉 那你還記得你有放過風箏嗎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去放風箏 你會想放風箏嗎 想啊 好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放風箏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走啦 今天太不開心 開心 謝謝 小愛爸爸 小愛爸爸辦公室這邊 我們今天舉辦我們新兒的一日志工活動 那主要的新兒就是自閉正兒 那我跟他們的家長協會常常聊到 那父母因為要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全天都不得閒 那我過去也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說如果能夠讓他爸爸媽媽 有一天喘息的空間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協會共同的來舉辦 一日陪伴志工的活動 用蓋子 用蓋子 來 金融市立委謝國良 自從生格為父親後 多了一個小愛爸爸的稱號 照顧天神女兒小愛的過程中 更加體會到關懷社會的觸角 可以無限延伸 我們今天的活動是 上午讓他們在小愛供應樂園這邊玩一下 那我們現在正要帶他們去做自己的風箏 因為我發現我一個多月前帶小愛去放風箏 我已經30年沒有放風箏了 所以我覺得放風箏讓我覺得非常快樂 我今天就帶他們做自己的風箏 然後帶他們去必殺魚港那邊放風箏 那讓我們覺得非常開心 非常感謝小愛爸爸公益平台 為我們新兒拉起了一座與外界溝通的橋樑 我們的新兒因為腦部連結的問題 所以常常會有跟社會溝通的障礙 然後期許往後有更多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我們的小孩多走出去 讓大家能夠了解我們 而是否要用新兒貼紙來增加社會大眾 對新兒的識別與包容 謝國良也很關注 所謂的新兒貼紙 它能夠讓外界比較了解說 這個新兒需要特別的照顧 需要特別的關懷 那它如果有一些舉止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對它太過於責備 但是這個會不會有標籤化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是存在 但是一體總是有兩面 所以我們也是會繼續跟協會的理事長 跟底監事還有志工們一起討論 我們要去放風針囉 出發前往八斗子放風針 志工們帶著新兒搭乘公車前往 便進行生活教學 新兒一日陪伴的活動 就讓新兒有個快樂無憂的假日 也讓長期照顧新兒的家長們 有了放鬆喘息的時間 小愛爸爸公益平台 以關懷不同弱勢團體為目標 希望持續搭起公益的橋樑 中家新聞綜合報導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慾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祀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疑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金融市政府打造新的觀光廊帶 望海巷的跨海大橋正式完工了 總統蔡英文主持監裁 活動當中 我們要有請總統幫我們輪載 總統蔡英文與八的國小學童一起種樹 在植樹節當天 蔡英文特別到朝駿公園參加植樹節活動 戴上可愛的河豚帽 在基隆市長尼歐昌等人陪伴下 蔡英文開心地欣賞朝駿灣的無敵美景 也與漁民朋友話家長 蔡英文表示 永續生態發展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他也針對近日藻礁爭議做出回應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推動 向山視鏡 向海視鏡的政策 我們期待臺灣社會能夠親近 珍惜我們的自然環境 所以回應最近各界的環保 對環保議題的關注 我們會更努力 促進中央地方政府民間更多的 合作 隨後總統蔡英文也親自主持 海洋科技博物館朝駿智能海洋館 動土儀式 海科館館長陳樹芬特別說明 全國手作虛擬結合實境的智能海洋館 特色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增改件 達到因為我們有溫室 所以能夠達到智能養殖 一個綠色循環經濟 這樣一個產業能夠發展出來 總統蔡英文視察 旺海巷海灣串聯計畫工程 對於無敵愛景相當的讚賞 也對市長寧又昌 這幾年把基隆城市治理有聲有色 相當讚許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旺海巷的跨海景觀橋 將會是將來我相信很有信心 是一個熱門打卡的景點 而市長寧又昌即將展開24小時不斷電 臺灣重走切西瓜的熱血行程 總統蔡英文親自在尾市牌上簽名 祝福尼又昌挑戰圓滿順利 騎這個山路一路到墾丁 那這個長度是700公里 那高差3000公尺 最後總統蔡英文也到 河明島天醒公上鄉前程祈福 並與信眾合影 希望在國人共同努力下 早日解除疫情與中南部缺水危機 那我們這段時間確實 我們面臨到很多的訪戰 不但是疫情跟漢災我們都面臨的訪戰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訪戰當中 臺灣人感濺了我們的認識 臺灣人也感濺了我們的團結 所以在臺灣人共同團結努力之下 我們的疫情能夠得到控制 那我們的社會 因為疫情得到控制 我們社會也很穩定 基隆市長劉昌表示 已經來基隆13趟的蔡英文 是歷年來最挺基隆市的總統 在總統的鼎立支持下 今年10月舉辦的基隆城市博覽會 將具體展現基隆蜕片有城 成為全國城市治理的典範 記者黃紹明 張啟騰採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輕鬆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來自採訪 兩 shared 一切平安 一切平安 兩有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